美乐地连锁幼教培育机构 为两岁至六岁的孩童提供教育、语言及领袖课程培训 荣获PUMM2011年50强企业大奖的金奖 企业相信生命能影响生命 以人为本提倡以爱与生命价值观培训老师 让孩子快乐学习带动父母配合 让父母了解没有什么比陪伴孩子的时间更珍贵 执行长林静兴成功带领精英团队 目前在槟城已有30家分行 亦望更多年轻人加入教育 共同培养国家未来主人翁 我们来到场上的金奖赛 从MELODY KINDERLAND 欢迎来到首席 Lim Chin Heng 今天很荣幸的我们邀请到MELODY 连锁右教培育机构的林静兴CEO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林先生跟我们观众朋友打一下招呼吧 嗨 大家好 你们得到50强的金奖 今天想要感谢的人是谁呢 其实首先我觉得我们最想感谢的就是我们的精英团队的成员 一路走来我们20年一路走来我们所付出的一切 透过今天的得奖 我觉得是给我们一个团队的最大肯定 除此之外我觉得我们要再去感谢的就是我们的过去20年来 一路走来的家长的支持 就是我觉得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我们来谈一谈你的幼教培育机构是专门培育就是年轻有为以后年轻有为的主人翁吗 是 这是我们一向以来品质的一个信念 我们相信我们所栽培的孩子 未来的这个领袖随时可以从我们的孩子当中浮现出来 你们这个幼教培育机构跟一般的幼儿园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觉得我们最主要的强项是在于我们对人的这个看重 当然我课程是一个在整个幼教过程当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对除此之外对我们来说 去教导使用课程的人相对也非常重要 所以在过去这几年我们都努力的在我们的人力资源培训方面 下了很多很多功夫来提升我们的老师们的素质 其实小孩子是很难讲理的也是需要很多耐心 那你如何去寻找这些有爱心的老师呢 我觉得 要如何发掘他们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个爱的其实 每一个人里面都充满着爱 很多时候是我们没有并发掘出来 所以对我们来说每一个人心中都有愿意爱别人一个的心智 也愿意去领受爱 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跟我们老师们的配合里面 我们怎么样首先学习领导层如何去爱我们这些老师 如果我们做不到的话 我们很难去期我们老师去爱我们的孩子 我们相信的事情是当我们老师快乐 老师被爱的时候 我们孩子同样就会快乐 也会感受到爱了 所以在你们的机构是充满爱和充满喜悦 然后才可以在一个氛围里面 就是比较轻松的工作 然后很投入 投入我们的热情 对不对 我们相信的事情是一个孩子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老师 像他们说孩子很不愿意学习 抗拒学习 其实很基本的一个道理就是说 因为当一个孩子没有感受到推动力要去学习的时候 他们自然就抗拒学习 也不愿意自动学习 让孩子自动学习其实很困难 但是说起来也不完全困难 但如果你懂得让孩子感受到你的爱的时候 爱本身会转化成一种动力 因为他为了讨好你 为了让你感受他爱 感受他对你爱的时候 他就愿意做一些事情 让他也快乐 开心 所以其实爱基本上是一个很基本 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或者说一个比较难去形容 可是确实非常重要的元素在当中 你们的幼教是从几岁到几岁呢 小孩子 从两岁开始 我们就有我们这样一个的服务 到六岁 两岁到六岁 其实刚才林先生一来到现场 我们工作人员有一位就是 曾经是你们机构里面的一个学生 还这个高头马大 就是我们的前面 你们看不到他可是我看到他 对对对 所以所谓你们是为未来的就是国家动良培养主人翁 是 我们最大的成就感 就是看到这一批孩子一个一个的经历改变 生命的改变 然后成为一个在社会上有用 能够贡献社会的人 曾经有没有过什么例子 让你特别感动到现在的呢 我觉得就是从孩子身上 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一些孩子 比如说他们行为上有偏差 他们父母亲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 把他送到我们的学校里头 透过我们一些课程 透过我们很基本的 我们就是说用爱的文化去感动他们的时候 我们发现很多奇迹的事情发生 孩子就是在那一很奇迹般的就转悠过来 那除此之外我们也曾经办过一些课程 针对家长的需求 因为我们这么多年来 我们看到很多时候 当我们很努力去照顾孩子 帮助孩子的时候 同时我们忽略家长 因为家长其实也办理很重要的学生 因为家长跟我们配合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发现到既然如此 我们就开关一些课程 让家长跟我们一同来学习 然后那个也是让我非常感动 很多家长因为一系列的课程以后 他们改变 他们可以在台上什么是哭泣流泪 他们就是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很多时候家长 我记得一个家长说 我本来来上你的课 我本来是要学如何去管教孩子 我要拿什么方法来去 就是来去对付孩子 对 让他跟他听话 可是上完你的课之后 我觉得问题其实不在我孩子 问题其实就在我身上 家长身上 对 这事让我非常感动的 就让家长看到自己的盲点在哪里 看到自己的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其实孩子就是我们 看我所说 他就是我们的镜子 孩子本身就是要跟镜子照出我们 如果孩子如果说 我们形容孩子是很调皮坏蛋 他就是我们照妖精 他照出我们本身 父母亲在某一个地方 某一个的角色 或者某一个的岗位 我们扮演不理想 所以我们需要做调整 其实一起来可能家长都觉得自己的方式是对了 但是就是处于盲点 完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他一直以为是孩子的问题 但是就是你们有透过这些课程来让 就是家长了解 其实我们需要跟孩子沟通 然后去分享 然后让孩子自己做决定 这样子会比较可以相处融洽 对 很多时候我们做家长是主导心 而不是孩子在主导 家长是主导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家庭里面 很多时候是孩子在主导父母亲 比方国很简单 情绪 孩子的情绪不好 父母亲的情绪更加不好 所以其实他被孩子主导去了 其实做家长基本上 应该是主导孩子的 是 我们当我们发现孩子的情绪不好的时候 我们如何去主导他 让他情绪好过来 而不是让他影响我们 情绪跟着不好去 你们又叫培育机构的方式是哪一方面的呢 我觉得比较属于偏向传统 又不遵循传统 是 我们不侵向传统 但是我们当然我们的语教课程里面 也真正支持教育局所定义规范 那除此之外 我们觉得有很多空间 能够帮助孩子提升的 在发展方面 就是在整个的 英文说全人 Holistic的发展 就在情绪方面 在社交方面 在各个方面的领域 而不只是在知识方面的发展 这是我们所看中的 未来有什么商业策略吗 就是想扩充自己的连锁店或什么 对我们来说 我们不会很刻意 但是一切都会顺其自然 因为我们相信的事情 一切以人为出发点 这是我们的 也是我们的核心价值之一 我们的企业是以人为本的 是 有对的人的话 我们就会发展 这是其中一个我们 最近几年 我刚才所说的 一直不断在找做 在人力资源发展方面 我们希望兴起更多的年轻人 有愿意投身在语尔教里头的 跟他一起配合 那同时我们另外一个 我们也尝试在做 就是寻找一些策略伙伴 能够一起来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资源能够提升 因为我们在相信 我们相信一样事情就是 英文是这样说的 Together Everyone Achieve More 所以每一个人 当我们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相信 我们能够得到的是更多的 所以我们相信 这个团队所发挥出来的力量 我们来谈一谈你的团队好了 你们属于 也是在属于 类似有在培育 你们的那个团队 是 以什么方式去培育他们的呢 我们本身有自己的 内部的一些培训团队 这是领事的培育计划 我们帮助那些所谓的成员们 从很基本的开始 从他自己自我认识 探讨开始 就让他明白到 其实今天他为什么要工作 他工作意义在哪里 他为什么选择这个行业 那这个行业对他有什么 意义和价值 让他们找到自己的人生的 意义和价值 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 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相信 每一个人 我们追求的 其实真的是价值体现 而不是完整目标 你发现很多人在 有很多事情要忙 要做很多事情 要完成很多很多的目标 这个本身没错 但是其实他会忽略一样事情 其实人生本身 不是急着完成目标 真正我们要做的是 如何去追求体现人生价值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当我们抓到这一点的时候 你发现我们的 无限的潜能 就开始开发出来 也不是为了就是过关 或者就是完成一个目标 再起另一个目标 非常活动导向 我们要求是 我们懂得去追求目标的时候 追求价值的时候 同时在完成目标过程里面 让我们的生命 得到很大的满足 这个是非常重要 其实讲到那个课程 你们是属于有辅导性质的吗 就是 它不算有辅导性质 可能有一些教练性的性质 我们强调用教练式的方法 来跟我们的这些团队成员员工们 我所谓的辅导性质 就是可能刚才有说到给家长上课 就是辅导家长 所以你这些老师需要去专门上一些 就是心理学的课程吗 我们不敢说我们是个专业的辅导师 但是我们当然常常有接触 因为这是经验累积 经验累积 我们我相信在过程里面 我们都有穿插一些 无形中不知不觉 有用到一些辅导技巧 来帮助我们的一些的员工家长 孩子甚至 我们都有做 那我知道你以前不是从事这一行的吗 不是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转行的呢 因为你原本是一个很专业的银行 不是 我在跨国公司 在美国建国公司 就是说这个industrial就是怎么说这个supply 其实它说不出来 工艺商 工艺商 对 然后主要是因为我本身在还没结婚的时候 我就对儿人教育有点兴趣 当然我读完书了毕业了 顺理成章我就去做一些跟我读有关的行业 但是在真正开始刺激我的时候 是我孩子出生的时候 对 我孩子出生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工作的需求 让我不能够很好的待在我孩子身边 因为我工作需求我需要去 就是 相处时间变少了 很少 很少 我需要去别的州 然后就飞来飞去 去干活 去工作 然后我发现我跟孩子的关系 就有一个的距离 然后过去的学习 过去的阅读 过去的课程 上的课程 让我知道说 这个不理想 然后我发现事情 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取代 就是时间 其实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就是时间 或者爱的最好的表达 就是时间 因为时间是最宝贵的 就陪伴你 钱可以赚回来 时间我们没法赚到 所以因为这个挣扎 让我开始思考的时候 我需要做一些调整 然后我就在30岁那一年 我做了决定 我要放弃 幼后的一个收入 转行 就是进入这个幼儿教育 来开始我的一个事业 所以投入之后 发现自己很喜欢这一行 对 我到现在都非常满足 非常 从来没有顾会 当时的决定 虽然当时得到 比如说家人反馈 家人不理解 哎呀 你读的书 读了这么多年 大学毕业出来 你不能收入工作 为什么要突然做转变 因为在当时10年前 幼儿教育 对很多人的观点来说 也是一个 就是你不需要读太高书的 你不是男人做的工作 这是女人的工作 这种这样的 这些错误的观念 我记得不是这样 其实每个行业 都能好好去经营的时候 投入生命 投入你的时间 热情 其实它是一个春天 一个能够祝福 就是能够贡献给 社会的一个领域 没想到你转行 是因为你的孩子的爱 然后让你选择决然的 就是进入了幼教的 这个行业 那你有什么 就是金玉良言 想要给我们 想要创业的人呢 我觉得很重要 一个观点就是 在人生的道路里面 重新定义什么叫失败 对我来说 我的人生 没有任何的失败 只有常识 对我来说 失败只会产生 当我停止常识 当我一停止常识 就是我失败的开始 所以这个给我很大 一个的冲击 当我明白这道理的时候 我就品质了这个信念 我就不断地向前走 向前冲 所以我觉得 这让我突破很多很多的 难关 制造很多的可能性 让我很多意外的收获 让我生命有很多不同的体验 所以我觉得年轻人 我发现我过去也是这样 我很怕失败 失败让我不敢 就却步不敢常识 其实当你转念之后 其实没有任何失败 只要你不断常识 你不算失败 除非你停止常识 然后你算是失败 好 今天很感谢 林先生抽空上我们的节目 从林先生身上 我们也看到 其实只要不怕失败 勇于常识 只要坚持投入热情的话 你就能够成功了 好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